全油管最快新闻在中国举办的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取得了巨大成功 来自154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参展商齐聚一堂 参展数量在创历史新高 短短6天内,按年纪一项成交额达到了784.1亿美元 交易商品服务、交流文化理念 让进博会成为了一个生动的平台 习近平主席在致信中再次强调 中国将持续推动高水平开放 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进博会增加了企业的增长和国际合作伙伴的链接 为中国与世界携手创造更多精彩的故事提供了契机 订阅新闻及速递,最先知小天下事